你以為血糖穩定 腎臟就沒事了嗎 王奶奶是一位糖尿病多年的老朋友 每天都認真量血糖 吃得小心翼翼 回診時 她的糖化血色素 總是很漂亮的落在6.8% 醫師還特別稱讚她 控制得很好 王奶奶心裡暗自竊喜 太棒了 血糖穩定 腎臟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但是有一天例行檢查 王奶奶卻收到醫師的通知 王奶奶您的腎功能惡化得很嚴重 已經是慢性腎臟病第三期了 再這樣下去 可能就要洗腎 王奶奶當場傻眼 什麼 我的血糖明明控制得這麼好 腎臟怎麼會出問題 這其實就是許多糖友 最容易掉進的互腎盲區 特別提醒 臨床上像王奶奶這樣 血糖看似穩定 血腎功能悄悄下降的案例 其實非常常見 今天我們就來打破這個迷思 帶你了解糖尿病肾病變的真相 還會教你如何及早發現 有效守護你的腎臟健康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 我是腎臟科的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 我一直強調 極減护腎 护腎並不複雜 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或繁瑣的療法 只要簡單的改定一些生活習慣 就能守護腎臟健康 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 用最簡單的方法讓腎臟更健康 為什麼王奶奶血糖穩定 腎臟卻出問題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 糖尿病的自然病程中 幾乎每一位糖友都有糖尿病腎病病的潛在風險 更可怕的是 這個疾病進展得非常緩慢 初期幾乎沒有明顯症狀 讓人想察覺都察覺不到 就像一棟房子的地基 一開始只是裂一個小縫 表面上看不出問題 等裂縫越來越大 房子開始搖晃才驚覺大勢不妙 但那時候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如果糖尿除了血糖之外 血壓沒有控制好 飲食不均衡 或者長期服用消炎止痛藥 像是肥肋固醇消炎止痛藥NSEM 都會像採了加速器一樣 讓腎臟受損速度大大加速 那麼腎臟受損會有蛛絲馬跡嗎 當然有只是會比較隱蔽 當腎功能開始下降時 身體會發出一些求救信號 千萬要注意不能忽視 首先早上起床時 你可能會發現眼皮有點浮腫 到了傍晚你的腳踝或小腿 可能會容易水腫 我們用手指去按壓這些部位 凹陷甚至要好幾秒才會回彈 上廁所時尿液的泡泡特別多 而且都是很細小綿密 就像啤酒上面的啤酒花一樣 而且會持續好久 5到10分鐘可能都不會消退 晚上可能會頻繁起床上廁所 以前沒有夜尿 現在一晚要跑2到3次廁所 你也可能容易感覺到疲倦 食慾下降 有時候還會覺得噁心甚至嘔吐 甚至皮膚會莫名搔癢 這些都是腎功能下降的 警示信號 如果在微量蛋白尿期 就發現 這是腎臟受損的早期徵兆 這個階段即時治療 仍然保護腎臟健康 但如果錯過黃金時期 病情持續惡化 就會進入巨量蛋白尿期 腎臟受損就會更嚴重 通常已經不可逆 最終可能走向慢性腎衰竭 甚至需要洗腎 既然血糖穩定不等於腎臟安全 那麼我們該如何精準掌握腎臟的狀況呢 除了大家熟悉的糖化血色素 HbA1c5之外 還有兩個腎臟專屬的關鍵指標 你絕對不能忽視 也就是腎絲球過濾率和尿蛋白量 第一腎絲球過濾率 EGFR 可以把它想像成腎臟的過濾效率指標 透過抽血檢驗血液中的 積穿肝素質 再結合年齡性別等因素 就能計算出腎臟整體過濾的能力 當腎絲球過濾率大於等於90 腎臟功能是正常的 腎絲球過濾率60到89 過濾功能大致正常 但醫師會特別檢驗是否有尿蛋白 如果有 人可能已經是慢性腎臟病 當腎絲球過濾率小於60分 腎功能已經明顯下降 進入慢性腎臟病第三期以上 有些糖尤在腎絲球過濾率 還沒有明顯下降之前 就已經出現尿蛋白 這代表腎臟早就已經開始受損了 第二 尿蛋白量 臨床上我們常用尿液中的 白蛋白與基酸肝比值 也就是Urine Albumin Cretin Ratio UACR 來代表尿蛋白的多果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腎臟微血管受損的早期預警系統 透過尿液檢查 它能告訴我們腎臟是不是已經悄悄受損 當UACR小於30毫克每克 腎臟狀況良好 UACR介於30-299毫克每克 這就是微量蛋白尿期 代表腎臟的微血管已經早期受損 但這個階段仍然可逆 是保護腎臟的黃金期 當UACR大於等於300毫克每克 已經屬於巨量蛋白尿 腎臟損傷通常不可逆 病情可能較嚴重 需要更加注意 各位糖尤請務必記住 定期檢查非常重要 當確診糖尿病或尚未出現腎病變者 建議每年至少檢查一次 腎絲球過濾率和尿蛋白量 UACR 以備診斷出腎臟病 例如腎絲球過濾率小於60分 或UACR大於等於30 我們應該要更密集追蹤 每三到六個月就要檢查一次 及時掌握腎功能的變化 談到用藥 很多病患都有個根深蒂固的疑慮 吃藥會不會傷腎 因此常對藥物保持抗拒的態度 這其實是一個迷思 事實上正確用藥物來控制血糖 血壓、血脂這三高 才是保護腎臟延緩病程惡化的關鍵 近年來糖尿病藥物發展非常快速 其中有一種叫SGLT2抑制劑 也就是納葡萄糖共同轉運蛋白二抑制劑 俗稱排糖藥 是互勝的一大福音 它的作用機制很特別 能幫助腎臟把多餘的糖分 透過尿液排出 達到降血糖的效果 更令人振奮的是 研究顯示這類藥物 還能有效減輕腎臟微血管的壓力 和過濾的負擔 就像幫腎臟解壓 從根本上延緩腎功能惡化 還記得影片開頭的王奶奶嗎 她正式把原本的降血糖藥物 改成這種具有保護腎臟作用的白糖藥 在兩年多的追蹤期間 糖化血測素穩定下降 腎功能惡化的趨勢也得到了控制 腎氏球過濾率數值 後來就一直維持在40左右 尿蛋白也明顯改善 成功了延緩腎功能的惡化 這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真實案例 如果在腎功能還相對良好時 例如腎氏球過濾率還有85分以上 就開始使用排糖藥 有機會把洗腎時間延長長達26.6年 甚至可能終身都不需要洗腎 對於廣大的糖藥來說 這無疑是個巨大的希望 不只如此 這個藥物還被證實能夠減緩心臟衰竭的惡化 對於有蛋白尿、腎功能下降 或者同時有心血管疾病風險的人來說 排糖藥簡直是一箭三雕 同時守護血糖、心臟和腎臟 最後請記得 對抗糖尿病、腎病變 我們不應該單打獨鬥 應該與自己的醫師密切配合 定期追蹤腎功能 讓你的血糖與腎臟 都能夠獲得更全面的照顧 親愛的糖友們 今天的影片 你是不是對糖尿病互勝的觀念 有了全新的認識呢? 請記錄腎臟的健康 不能只看血糖 腎臟就像你身體無怨無悔 默默付出的勞工 直到受損嚴重才會發出警訊 因此我們早期發現 正確用藥定期追蹤 這才是守護腎臟健康的黃金法則 別再默默讓腎臟承受了 從今天起就開始行動 了解腎絲球過濾率 和你的尿蛋白素質 為腎臟健康做出最明智的超前部署 你的腎臟值得你更用心的照護喔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謝大家觀看 希望今天分享對你們有所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阿姨 ni 阿姨 阿姨 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